我們覺得法務部已經過後在許多民主國家之後 尤其他提到很多觀念說會破壞人輪 我不太懂為什麼同性朋友結婚 會破壞異性戀者的婚姻 異性戀者還是可以繼續結婚 你還是可以繼續有父母 那麼你還不會影響你的家庭 而只是說讓不同性傾向人平等地享有這項權利 所以即便有些人的觀念不一定贊成同性戀 但是我們都應該基於民主原則平等原則 共同來支持這個婚姻平權 這才是個民主社會 我覺得該有的一個法務部的一個做法 事實上就是說在今年的10月 我們召開第二次的一個公聽會 那其實在9月19號的時候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那他們針對就是CIDAL公約 就消除對婦女協行事歧視的公約 曾經召開做會議 那裡面就已經有發文給法務部 要求他們針對這所謂的同志婚姻 就婚姻平權的這一塊呢 他們必須要去提出就是研究 然後同時要提出那些相對的一個法案出來 但是法務部從9月到今天 已經三個月完全都沒有動作 那甚至在10月的時候我們也召開公聽會 要求法務部呢必須要在兩個月他們要提出他們相對的版本 可能是修改民法親屬篇 可能是另外單獨立法 也可能是針對所有的對這些同志的權益的一個保障的一個個別的一個修法 那我們說不管你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請你在兩個月內提出你的相對的這些的法案 但是我們看到法務部到今天 他說他們只能夠提出政策方向 但是今天連政策方向都沒有提出來 其實你也可以看得到說法務部根本在這一塊領域裡面 根本就不想動嘛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國家 就是說法務部代表國家 而且還是我們的人權委員會 就是說人權的一個主導的機關 是這樣的一個態度 說實在的對於我們這個同志婚姻的這樣的一個平權的一個法案的一個修正 其實是蠻悲觀的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想我們還是會在立法院 那再繼續呢就是找機會呢 如果說可以的話 我們會再繼續的努力 那當然我想我們也看到很多的委員 那其實他們都建構在一些錯誤的一個訊息上面 那其實呢就是對於這個同 顧家門他們所提供的這些的錯誤訊息 包括說如果這個同志婚姻合法化之後就會破壞一夫一妻制度 就會人受交 然後呢就會這個怎麼侵害到整個破壞整個人倫 那這些都是完全錯誤的訊息 我們希望是說大家對於同志的婚姻到底要不要立法 那這個應該怎麼樣立法大家都可以討論 但是不能夠用一些就是說用恐嚇然後用這種錯誤的訊息造成社會的一個恐慌 然後用這樣的方式讓大家站出來反對覺得好像到了世界末日 那這個真的是形同當年的在中古世紀的所謂的獵禮屋的這種行動 所以我們希望說在21世紀明治已開 資訊也已經是公開的一個情況 希望大家是建構在一個正確的資訊 也希望說我們國會殿堂的立法委員也能夠明辨識會 也能夠去把所有的正確的資訊拿出來之後大家怎麼樣去討論 而不是在一個人云亦云的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事實上是很難有共識也很難再往前推展